日本将恢复商业补经 日本的捕经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日本收文时代前期 日本民间有一句这样的俗语 一头捕七捕阵直一过来 就是一头鲸七捕阵 意思是只捕或到一头鲸鱼能另取多鱼村得到恩惠 这不仅仅因为鲸鱼全身都是宝 还因为鲸鱼每顿区吞噬大量的鱼虾 及其他软体动物 因此当鲸鱼大开世界时 会沿海岸追逐杀鲸鱼一类的群生性鱼群 因此对于捕鲸者而言 捕或到一头大鲸鱼 是一举既得的鱼业大丰收 展开全文 因此鲸鱼在日本被当成海神一般崇拜 作为对鱼业安全的祈祷 对于鲸鱼的感谢与追到日本各地还修建有鲸鱼神社 里面供放着鲸鱼骨作为神体 在千叶县和田埔等日本为数不多的捕鲸鱼港 至今还一直保存着鲸鱼祭的传统活动 因为这些历史与民族 日本认为鲸鲸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认为日本人虽然捕杀鲸鱼 但对鲸鱼是喜爱和尊重的 日本有四百余年商业鲸鲸鲸的历史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鲸鲸 石鲸锅 被鲸鱼的屠杀 从每年的九月份一直持续到此年三月 据估计 日本每年有两万余条海豚和小鲸被屠杀 2019年7月1日起 日暗将恢复商业鲸鲸活动 分析称 此举将重新引发同环保组织和保护鲸鱼国家的冲突 日本的捕鲸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日本生文时代前期 日本民间有一句这样的俗语 一头捕七捕鲸 执意过来 就是一头鲸 七捕鲸 意思是只捕获到一头鲸鱼 能另取多鱼吞得到恩惠 这不仅仅因为鲸鱼全身都是宝 还因为鲸鱼每顿鱼吞是大量的 鱼虾及其他软体动物 因此当鲸鱼大开世界时 会迎海岸追逐沙丁鱼一类的群生性鱼群 因此对于捕鲸者而言 捕获到一头大鲸鱼 是一举己得的鱼业大丰收 因此鲸鱼在日本被当成海神一般崇拜 作为对于夜安全的祈祷 对于鲸鱼的感谢与追导 日本各地还修建有鲸鱼神社 里面供放着鲸鱼骨作为神体 在千叶县和田埔等日本为数不多的捕鲸鱼港 至今还一直保存着鲸鱼祭的传统活动 因为这些历史与民俗 日本认为捕鲸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认为日本人虽然捕杀鲸鱼 但对鲸鱼是喜爱和尊重的 日本有四百余年商业捕鲸的历史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 石鲸国 被鲸鱼的屠杀 从每年的九月份 一直持续到此年三月 据估计 日本每年有两万余条海豚和小鲸被屠杀 声明 ICPhoto公本网装稿 任何网站 报刊 电视台未经ICPhoto 都许可 不得部分户全部转载 围着必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